近些年,国内综艺节目得到推广,音乐、游戏、小平等领域都有深受观众喜爱的综艺。另一播出就持续了好几年,明星都没有红一辈子,更何况是综艺节目。在前些年深受观众追捧的欢乐喜剧人,在近两季的吐槽比吹捧都要多。节目方却视而不见,终于在这一季的冠军问题上引发了争议。 不久前,欢乐喜剧人新一季迎来了尾声,因票数一样出现双冠军,分别是宋晓峰与秦潇贤。这个消息出现后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。宋晓峰虽然也不受观众欢迎,好歹也是欢乐喜剧人的老选手。这些年的口碑下来也还行,观众唯独比秦潇贤夺得总冠军有些不满。 有网友在得知秦潇贤夺冠后,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这位自称是德云社粉丝的观众觉得,虽然他非常喜欢德云社,但看到秦潇贤拿到总冠军,还是要送上一句太假了。 还有网友吐槽,以前看欢乐喜剧,人是一期不落下。现在是一期不看,一看选手就果断气,再也不是我们想看的欢乐喜剧人。 秦潇贤能夺得冠军,是疏忽观众意料,却符合实际,决定欢乐喜剧人冠军人选的人是现场观众。 这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是郭德纲,所以现场有一大半都是德云社的粉丝。 而秦潇贤不知为何被炒作成了帅哥,深受德云社女粉的喜爱,女粉丝追星有多疯狂。 网上已经有很多势力,他们追星是不考虑作品质量,崇尚的理念只有一种偶像什么都是最棒的。 在这些德云社女粉的支持下,秦潇贤能够夺得冠军也不是难事,秦潇贤是一位相声演员,但整个一季就没有说过相声,形象也是受并不精神的那类,表演是两眼无神,内容也只是停留在被台词的基础上,所有的表演也都是没有灵魂的那种。 就连另一位冠军,宋晓峰在节目中也调侃过秦潇贤,只要帅就行了。 如今想来,宋晓峰或许是借着这一句话在讽刺秦潇贤,其实从郭德纲主导欢乐喜剧人后,评判的判断就有失功云,在第二集月云鹏拿到冠军,也曾引发过争议。 德云社的优势是相声,相声需要两人搭档,属于那一种聊天式的调侃。 而小品是需要表演者临时发挥,还需要演员长的游戏感,德云社的成员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。 在过去欢乐喜剧人的作品中,最受欢迎的内容几乎都不出自德云社成员。 或许德云社成员退出欢乐喜剧人,才能让这档综艺起死回生。 你们觉得秦潇贤真的帅吗?